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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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開其他會議都未停過 我打算有沒有機會回去換了潛水艇 才乾爽些來跟大家說 但沒辦法 我還是裏面摺摺摺摺摺摺摺濕 為什麼呢? 我一看聲音給我的海報 七點鐘 死火了 不可以透過這個難 所以我就繼續跟大家說這個救苦咒 大家看看 這個應該是拍給大家的 為什麼呢?這個咒呢? 我又很感恩 我在那裏講完之後 電視頻道馬上印了一大堆卡 然後免費給朋友請 你知道最多人請的是哪個地方嗎? 東南亞 他們還好啊 東南亞這麼貴的費用 他們都是寄過去給他們 我又覺得這個真的很好 但當然我戴不夠 郭師兄說可不可以放大影響給他們 好 不過呢 我重新要講兩件事 第一 儘管你有沒有信仰 但這個呢 如果這張紙你拿來賤報啊 賤撐啊 或者扔下街呢 你看看 那個恩果不在葉長青那裏 你們自負 這是第一個 哈? 好嗎? 好嗎? 第二件事 事涉經奏 一定是要講一句 弟子學經過往諸神莫聽 就不是我看到網上那些隨在便便 教你怎樣又教你怎樣 個個都萬能的 個個都高功低功的 不要緊 我和你們說 好嗎? OK 弟子學經過往諸神莫聽 就等於我分享了那個故事 是吧? 有些人很喜歡將神明的聖號 隨便就說出來 但好死不死 他這麼巧在茅廁裡 他就說雷神的聖號 剛好 九天應元雷星 普化天聖 經過聽到你說 啊! 然後一問 一望一聞 嘩! 那股味 那你說他 會怎樣招呼你? 不再話下 所以有時候 不可以隨便洩讀 好嗎? 好嗎? 好了 恩果不在我身上 說得明白 所以 這個呢 都要和大家做一個說明 這裏 這個 這個救苦救難咒 可能是和你們認識的 有些字 未必一樣 但不要緊 我一會兒都會給其他版本你看 還有 有少許我都是編排 是有調了的 包括 一句而已 全家龍虎伏 還是全家伏龍虎 其他那些我一會兒都會和大家說 唯一 我想了很久 是原汁原味還是什麼 結果都是 如果念這個咒 全家都可以將龍虎伏 六腳 這就很厲害 所以我想想想 但是如果全家龍虎伏 就另外一個意思 所以我為何要將它的伏字 不是在這句的第三個字 而是在這句的排到最後 我要說一個說明 另外還要說萬摩咸束手 有很多這個手 包括我們 有一個淨天地咒 經常就是這個手 同意 但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我們 因為有一句 成語號或者一句語號 叫束手奏琴 所以每個人都說這個手 古代就束這個手 為何束這個手 大家知不知道 古代的人會留長頭髮 如果特別是俘虜 一般來說 手就一定綁 綁那個手 都怕你離開 但是如果你那些長頭髮 它幫你綁住 向一條中長的柱 或者那些喘馬的木 大家知不知道 或者那些石 綁著你的頭髮 我問你怎麼動 動不動到 是動不動的 所以很多人來說 就是這個手 不是寫錯 所以我也要做一些說明 因為這張卡 一就印了這個咒 第二就印了一個女組的補告 女組補告可能和你的版本不同 我在那裏 我也有些解釋 我不在這裏浪費時間了 另外一個版本 另外兩個版本 是否全家服農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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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說我們香港 很幸福 幸福在甚麼呢 我們有繁體字 但我們應該要認識簡體字 為甚麼呢 因為你不知道簡體字 你又不知道繁體字的重要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瞞我的鹹束手 變成鹹豬手 周時的天干地枝 大家不知道 知不知 只醜人物的醜 就變成醜樣的醜 所以 很重要 如果知道繁體字 又知道簡體字 你就知道 就不會變成天候 變成天的後面 斗母變成斗母 斗母 明白嗎 這些不在話下 所以 這是一個 大家會看到 特別是 有些 好像這個 叫瘟疫 這個是 瘟毒 是不是 有些不同 亦都是因為 這個咒裡面 很明顯有個瘟字 所以我就在那個節目那裏 介紹給大家 如果在這段時間 可以不妨 在家可以持 持重這個 或者持念這個 就希望是甚麼呢 就在這個字那裏 OK 所以 這裡是 兩個版本 還有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字 還是這個字 同樣 這個 出現了甚麼呢 在我們道教的一些 科兒的撐本裏面 包括 如果撐本裏面 我們叫拜撐 就有些 所謂一道治心潮 這四個字的 後面 就往往有些 就是那位主神的一些聖跡 那麼 後面 要讚揚他的時候 就拿到他的聖號 我們叫拜撐 好了 治心潮禮 往往都會用這個 很少用這個 所以 這裡又有一個分別 當然如果有時間 就跟大家說一下 OK 給大家看看 在《呂祖傳書》 裏面 現在我們手上這個版本 就是家慶蓮 翻印的 大家看看 這個 和你手上這個 又有哪些分別 主要就是這四個 捲二十二 它就是這個 大家看到嗎 第三個 另外一個 我們很熟悉的 當我們做休科的時候 有一道是零尾射射 版本裏面沒有 裏祖寶告之後 便加了這些奏 要唱是這個 與裏祖傳書 第捲二十二 有四個奏 另一個 就是斗奏 一個就是敵婚神奏 我们要介绍这个叫救苦难神咒 请大家看,是救苦难,不是救苦救难 所以,那个演变,大家可以看到 不是说我特意这样 所以前面有些加夫佑帝君 有些加女祖先师,有些加纯阳帝君 这些都是后面的人加 甚至多个救字,可能是更加强调这个咒 但你说,救苦难和救苦救难有没有分别? 我觉得没有分别 那究竟是救苦难神咒,还是救苦难神咒? 亦都不用执着 但是执着是什么? 可以看下,里面有些字眼 你会发觉,又有不同 当然,这个应该是灵字 就是因为清朝的时候,避了一个皇帝的位 所以灵字就没有了一个脚 大家不要以为这是错字 非也 就是等于那个雍正 他本来那个叫刃 这个是刃 这个是刃 但当他雍正做了皇帝之后 他的兄弟就全部 为何? 因为他是帝王,你们要被他遗 同样这个是灵字 因为 我忘记了是杜光还是哪个皇帝 所以你会见到灵字只是这样 OK 这个便是被遗 好了,除了这些,有哪个字不同呢?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大家有留意到? 柱字同样也是因为 又是其中一个皇帝 所以就没有了那个勾 好了,主要在哪里呢? 温母 咦? 不是个逆字吗? 不是个病字吗? 或者不是个毒字吗? 不是 这个是这个版本 中这个温母 那这个母字呢? 我又查过一下 那个,不是母音,是音母 那个音读的母字 我又查过 解释就是说病 如果用现在说的,就叫温病 但是,在这个版本里面 它确实是叫温母 所以你看到是有不同,就是有不同 OK?这个版本 好了 还有,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字? 非也 古代这个字呢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字叫燕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摄照科里面呢? 现传皆快乐 以往祖超声 记不记得这两句? 如果在古字里面呢? 用这个,就代表 OK? 你不要说它是错字 不是错字 不是错字 这个是古字 等于 这个是什么字? 如果我这样写,你们会不会说我错? 如果这样写燕灯佛 那原义是没有错的 因为古字就是这样写这个 OK? 即是等于,好了 现在很流行 对了 验性还是验性? 是个验子 是个验子 是个古字 不用说给你听 有这个 OK? 所以当然,这些当然要 要懂中国文化 即是懂古字 你就知道 否则现在的国文老师的现字 你一写这样,它马上抄叉 是吧? OK? 所以,我都记得 那时候,未结婚 我们要存钱的时候 我都捱过一些夜晚 在银行方圆工 去做中文补习老师的父 教了那个小孩 结果,第二天被他的家长罵到我发瘟 他们教到我的儿子 全部被那些老师打叉叉错 我心想 你这个老师的文化水准都有限 我说 我高班来教你的儿子 中文补习 否则是为了我 真的 所以有些 又会讲一些苦放给大家听 所以我整天唱歌 眼泪在心里流 还有 大家有没有看过姓号 是否稍稍有不同 看到吗? 看到吗? 还有,多多个字 所以,问题了 即是说,咒都给大家看 所以,够胆给大家看原文 而且,本来,刚刚这本经是区讽的 所以,不是刻意要这样做到这样 而是,我拍了整个咒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一看到,有没有搞错 有什么斜斜 没有办法 它就是,刚刚看那本书的区讽 所以,我就拍了出来 即是,给个 起码我手上最旧的版本给大家看 就是,那个女祖咒 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那在哪里呢? 在《女祖传书》的卷22 就是这个 OK 我说出处给大家 好吗? 好,介绍一下《女祖传书》 因为,为什么呢? 亦都应认,或是讲堂的邀请 在明年,就和大家分别分享一下 我看《女祖传书》的心得 所以,都讲《女祖传书》 查《女祖传书》有很多东西 而且,《女祖传书》有四个版本 最多是32卷或33卷 另外一个是64卷 你说,那几堂讲到那么多 就一定讲到那么多 但问题是一个 亦都要讲一些 我比较有兴趣一些 或者专门一些 我喜欢《女祖传书》 《游戏人间》的故事 例中劝校的故事 不如现在讲例中劝校 就浪费了 但是,我们这麽迂腐的人 未被你们隔我的老命 或者未被你们打到的时候 一日有我的自由 你们要尊重我这个自由 我们一定要讲 例中劝校的事情 除非你们将我消灭 是吧 《女祖传书》四种 刚才讲了 给大家看那个版本 当然了 这里写是乾隆九年 但是,《诚书》 按道理是在乾隆七年 这些资料不同 印的时候是乾隆八年 但是,有些是说是乾隆九年 可能他手上的版本是 乾隆九年另外又出了一版 不要紧 然后,乾隆家庆两朝 几十年间 在湖北武昌 浙江、杭州、江苏、蘇州 和北京等地 相继出现 由各个女祖 扶基的道坛 弟子编算 和罕刻的四种 女祖传说 第一个三十二卷 或者三十三卷 在湖北武昌 用个地方的名字 大家都听过 江夏 有没有听过江夏 说你姓王 通常在前面老屈你 是不是江夏王 有没有听过这个字 我说一说江夏 在湖北 所以,第一个 就是这个版本 六十四的版本 就是在杭州 然后出现了一个十八卷 这些后面会介绍 书名都不同 大家看看这四种 如果是女祖传说 主要是这四种 我刚才印给大家的女祖咒 就是这个 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六十四卷 这个是十八卷 这个是十六卷 当然有些说 这个不是十八卷 这个是十七卷 加一卷 这个有些不是三十二卷 而是三十三卷 为什么呢 后面有些 这个木黑的版本 附了 旅祖师两师徒 那个叫灵保笔法 大家有没有听过 所以有些特意写 卷三十三 实情来说 正式是卷三十二 所以 都要做些说明 就不是说 医书直说 OK 接下来 会和大家分享 就是 下一次 再有机会 分享女祖传书 以这个第一 那个 三十二卷 或者三十三卷 和大家讲一下 OK 又是说 旅祖传说 这里也有提过 江夏 这个是说乾隆八年 差不多 将这四本 都要略略地 和大家交过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旅祖师的信仰 就不是说局限在我们的岭南 不过就是可能在我们的岭南来说 就特别发达 还有 大家都知道 我们香港的道坛 大部分都拜过一个叫 女祖慕绝补衬 这个女祖慕绝补衬 就是江水年间 一班 在西潮山 温泉 仙馆 有知识的 读书人 他们就因为初头 这个不是叫温泉仙馆 这个地方叫白云洞 即是等于现在叫温习室 也叫图书室 但是读书人 你也知道 没有什么世纪 玩玩什么 你们可能玩劫仙 他们玩扶基 扶扶一下 次次都是女祖师 所以后来就索性 供奉了女祖师 当然 当然 有个应验的话 才是 之后 成了气候 将它由一个温习室 变成一个宗教 场所 所以 在当时来说 亦都看得出 西潮山一带 这个女祖信仰的 蓬勃 如果不是 它不会出了这么多 由三教幽科 大家知不知道 西潮山林传仙馆 还有一个叫三教幽科 或者是 女祖母继保忏 这个女祖母继保忏 结果是由 西潮山林传仙馆 他们分支到澳门 亦都跟着 因为省城 常常要来到香港 所以当时在上环 他们有一个分支 之后由上环 又搬到西环 接着买了份量平邪 这些就是后话了 但是 他们亦都带了这部 《女祖母继保忏》 介绍给我们 香港的度假 所谓香港的度假 在坛堂里面 大部分 都会失败 《女祖母继保忏》 这个版本 就是 西潮山林传仙馆的版本 另外一个 就带给我们 一个 不一样的女祖圣像 为什么叫不一样的女祖圣像 一般我们看女祖圣像 如果北方那些 很圆润 很和外 但偏偏我们 南方领南的女祖圣像 女祖师拳骨很高 又很长 这个据说 又是我听我的前辈 我恩师说 这个就是 当年西潮山的 《女祖圣像》 那个演变和流传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很出名的 扶基基手 《罪道人》 何启宗 他在1942年 又画了一幅 《女祖圣像》 同样又是 两个拳笔很高 所以那天 那些人问起我 我都说 那个真跡 现在还在文学山房的大典 《罪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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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奇 特别是《罪道人》 当年 他以他的影响力来说 他可能是 他在高兴 或者接到祖师的指示 可能会诱惑 送给其他探堂 这个不出奇 但是 我看到有一幅真跡 就是在文学山房 同样 这个就是《女祖传书》 对《女祖师》的一个赞 雅传书 《莫大神通 《存在忠孝》 《利己利人》 《千秋大道》 《自古至今》 《因缘非妙》 《信不苗来》 《当前的写照》 大家会看到 也有朋友 也曾经有问过我 是不是《女祖师》 就一定要配把劫 但是,大家看到這些都是有工具,有法器的 當然,我已經看過是沒有的 我也和你朋友分享,如果他已經成為一個帝君 一個很尊的神明,或者一個主神 在大典被人供奉的話 如果他還要手裡拿著工具,隨時開片的話 他還未配搶,坐在帳上坐陣 大家明白嗎?我解釋 等於是劈油那樣,大佬隨時吩咐到你就要走前 那你是大佬還是他是大佬? 當然是他是大佬,我還要拿工具 但反過來,我坐在那裡,一個和我托劍 一個和我托劍,一個和我托胡佬托陳忽的話 那你說我是大佬還是他是大佬? 當然是他是大佬,我是什麼?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得太文雅,他們不懂得不配為 但如果說是納駕駕駛,那是靚 還是指揮你,叫你去納駕駕駛,那是靚 那你就懂了 我不知道我這樣說,大家有沒有意義? 反而不拿劍那個才是磚駕駕駛 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那個 但是,大家要留意 往往,因為女祖師說明是道盡凡夫 他只是忠孝而已 但如果按你看的話,他不聽師父說 所以,這個世界有時是做到師父才知道 所以,那些徒弟難搞,還有那些徒弟專門找師父來害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他不聽師父說為什麼? 因為忠祢祖師已經煮過一鍋飯 黃亮飯,又實事見證,試他 接著就熟一聲,拿著他 就去了鍾南山頂 然後又帶他去那個董那裡 接著跟他說,你在那裡練一下 我就育弟急叫,我要搞一下這些事 然後回來,又跟他說 幫你拿來拉嬸 兩個人拿著批凡,就可以入南天門 我們以後在那裡當席 他說,不要住師父 忠祢帝君,忠祢祖師都說奇怪 他說,甘缺選先,選了你 應該歸位,正道 為甚麼? 我立了一個大願 要道盡天下凡夫 方德上升 如果是做師父 每個人都說,做徒弟 每個人都聽師父說 為甚麼不聽? 為甚麼? 就是因為他有這個大願 所以為甚麼? 在他的聖號裏面 有沒有一個報告裏面 大聲大詞,大仁大孝 看到嗎? 是嗎? 他真的做到這件事 還有,你看到呂祖師 之後,因為他要道盡凡夫 他無窮變身 但是他的變身裡 往往都是低下層 還有很貼地 不是叫堅尼地 是很貼地 向前市 街市 走市 全部見到的宗直 但是,往往 他要視我們 的道心 他現一些平凡的 形象出來 不是被人驅笨 就是被人戚渴 或者被人腰打 他經常都慨嘆 這群混蛋 日拜夜拜 整天說要稟稟 我心都煩了 說要見我 我現在在你面前 就被這群混蛋 侮辱 他開探 為甚麼? 因為每個想見到呂祖師 都是金碧輝煌 金融玉相 說一路後面 整個光管有個ring 你才相信他是嗎? 所以你們眾計多 因為我們是凡夫俗子 但是呂祖師偏偏 又不會現這些上給你 就是來視我們的道心 那把梳 買月梳 頭髮就白 月白就梳到黑 但是要三千兩 他做Hocker 你做Customer 你會不會買那把梳 一定說穩困 一定說穩困 上標條例 沒有可能 但是那把梳真的可以 為甚麼自心朝禮裏 其中有一個聖跡 就是拋梳作狼 大家有沒有聽過 就是這把梳 一扔進去 立即化一條龍 飛走 原來真的有這把梳 那你們不相信 是嗎? 又或者用一個兜 說 這粒墨提沙 信就得救 結果每個人下去拿 每個人在手裡拿 原份不到 或者沒有這樣的先緣 每個人拿 就拿真正的朱古力墨提沙 但那粒假裝墨提沙 金單是沒有人拿到 為甚麼? 因為緣分錢 對嗎? 這些又是祖師的慨嘆 甚至我說黃鶴留宗 還是黃菊基頭 我就說這個故事 我很喜歡說 因為這又牽涉到孝字 補告裏面 黃菊基頭留聖跡 大家有沒有看得到? 這次呂祖師就扮小販 賣甚麼?賣圖 賣圖 你又來買,他又來買 當然問問 買圖給誰吃? 買圖給乖仔吃 問問這個 買圖來做甚麼? 買圖來給我乖乖吃 但永遠沒有一句話 買給老爸老母吃 這些又是令到呂祖師很慨嘆 於是把手上的土 一下就拋上天空 結果那些土會零零落落 以前不是這個名字 就因為這樣下去 成為一塊塊的石亂石 又踏高了 所以這個地方就叫黃菊基 黃菊基頭留聖跡 就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忘記了那些養育之恩 忘記了那個反暴 就是我們叫做甚麼? 這個是源流 我們只是懂得向後望 向後生望 忘記了父母養育之恩 所以這個也是祖師的概念 是不是亂說的?非也 如果你再看看 那些孝子孝女 每次為父母求病 女祖師每次都會認 為甚麼? 就是孝子孝子 所以我亦都很明白 為甚麼在我們中國人心中 除了八仙 是一個不同 賦予了不同的民族縮影之外 特別八仙裏面的女祖先師 為甚麼是這麼多人相信的話 我相信 這也是很大的一個理由 或者很大的一個原因 就是他很提倡那個孝 和當然 亦都會說 那些孝子 斬妖除魔 這是另一個 我們都知道 叫超將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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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